大家好 今天是5月2号 现在我在这儿 刚刚去爱庆山越开 这里 刚刚听到台山话就是说了 台山话就是我本土语言 可是来美国这么长时间 台山话很少讲 因为我在法拉斯上工作 所以客户都是讲国语多 每天讲国语 现在变了三不下 英文讲的不好 国语讲的不好 这连台山话也不会不太会讲 又不讲了 所以就是可是来到马开就是 听到的都是台山话 就是本土互相话 对马开这里都是室外 都是在室外这里卖东西的 在室外里面讲的卖东西的地方 就是非常好 它超多高 th 웅 就是外面看最难的 相三的一个便宗 在室外那里开始室外 他一屋参加鸡 他很少了 他吃完以后先打一次 一屋参加鸡 他没有干净 那你要多高费 我要室外地平坦 8个半 只有你也要吃 長豆腐 兩口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来这个意大利街看看 Mulbury 现在是Hister Guide VV奶茶店 V奶茶店 那现在就来到这个小意大利去挂 他们还是坐在这里啊 咖啡Napoli 我是住在意大利 我曾经住在意大利一个时间的 我在意大利学这个珠宝四季 所以意大利的一切我都蛮熟的 你看都还有人坐在 意大利是一个很崇尚自由的民族 平常是这里 Sammatai这里的餐厅通通都坐在外面了 现在就是看到一街 一街坐在外面 这个也是好像不合公平的 就是小意大利区 他们也经常有很多活动的 因为他们爱热闹 爱什么 我真的担心了 他们坐在外面会不会 离警察来坐 意大利人啊 在本土的意大利人 我那时候是住在Florens 因为他们中午 冲通睡午觉了 都不开门的 所以他们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戒指观 这个Cocktail Lounge 哇 能坐在里面真的很舒服 看着行的 可惜现在一切只能外卖 在意大利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餐厅都坐在门口 他们也不是不在乎吃了 吃是其中一种 情调是一种很重要的 意大利人绝对讲的是情调 他坐在那边 一般的餐厅出餐 出餐特别慢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很慢的生活 然后你坐在这里等出餐 出餐已经差不多等一个小时了 然后再慢慢再吃一个小时 随便吃点什么都要两个小时的 这些椅子都是应该是坐在外面 悠悠闲闲闲闲的 现在就没办法 这些看样子还没开 这个疫情之后 我相信很多餐厅都顶不住了 比如说有些餐厅可能都不盈利 都亏钱的 顺便就击培了 就是顺便就关了就算了这样子 非常无奈 所以就是这个叫人生无常 我们谁也想不到一个病毒来了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改变 所以我们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好执着的 要是今天520 你就对你身边的人讲我爱你 真的爱你这样子 我们都需要一点 人与人之间都需要一点点的温暖 来知道人生是很美好的 真的好可惜啊 这么好的 尤其是520 这么好的日子 如果跟个 反正你爱的人了 不要说是一定是情侣啊 姐妹啊 兄弟啊 家里人呢 也可以说我爱你啊 真的 你看都是这么清凉 好可惜 所以这个小离意大利街真的相当的冷清 因为以前我也经常来治理呢 就是哎呀 看到现在跟以前这样子 这个心里也是挺难过的 可是哎 就是人生真的很无奈 就是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真的人的力量真的一点都做不到什么了 还是安抚好自己的心境 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情绪 安抚好其他的事情 外在的环境 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非常无奈 无能为力 好 现在又来到Canel街了 Canel街是最近的 因为他主要是 其实Canel街 我们一开始做珠宝就叫Canel街 后来才搬到法拉圣的 所以Canel街也是我很熟悉的一条街 现在目前Canel街还是大部分的珠宝店 如果我直接走一遍 因为我只是想要拆开 所以我感觉 现在又要走另外的MAC街 现在又要走另外的MAC街 先 现在又要走另外的MAC街 感谢观看